由屏東縣長潘孟安親自表揚 屏東縣111年模範母親和家人們一起合映留念 接受大家的祝福 縣府也特別讓媽媽們當其模特兒走秀 展現最美麗的一面 藉由花藝師喬手依照每位媽媽的風格與故事 設計獨特的花藝提包 投飾 讓參加走秀的十四位模範母親們於典禮 展現屬於媽媽特有的美麗 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而藝人陳子強也陪著貨拜模範母親的媽媽走秀 接受眾人喝采 祝天下母親 母親節快樂 會緊張啦 漂亮的是母台語演戲 她們跟這個不一樣 我告訴我們兄弟 我會先去賓 我媽媽私底下比較害羞 舞台上就比較大方 對 這是文化人的特質 潘孟安表示 母親無私奉獻 及養育之恩難以回報 提醒出門在外的子女 在這偉大的日子要向媽媽說聲感謝 她並祝福全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恭喜我們每一位模範母親你們的背後 你們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家庭歷史的創造者 也是我們每一個人能夠感動 而且是家庭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進程的推動 所以在這邊再次祝福大家 在模範母親表揚大會上都是全家總動員一起來感恩媽媽 為家庭的付出 那非常開心 我媽媽從小 我從小看到她勤儉持家 然後相夫教職 把我們三個女兒教育得非常好 所以我今天非常開心陪著我媽媽來一起 度過這麼溫馨的模範母親的活動 所以媽媽母親節快樂 恭喜你 屏東縣政府今年表揚44位來自各鄉鎮事工所 身心障礙團體 新移民服務團體及寄養家庭 推薦的模範母親 透過典禮為模範媽媽及道場管理的家人們 留下難忘且溫馨的回憶 母親節快樂 祝福您 記者張如英 劉建榮採訪報導